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玉湖春平是中国古代瓷器中的一种很有代表性的气形 今天我要给您介绍的就是一件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明代玉湖春平 它是中国古代青花词的巅峰之作 这只青花竹石芭蕉纹玉湖春平是明朝永乐年间景格镇玉瑶厂烧制的 它高三十二厘米 瓶口外铁 瓶颈细长 腹部凸起 它空体右色银润 在微微半清的白柚上装饰有色彩浓艳的青花纹饰 瓶颈上部描绘有蓬勃向上的芭蕉叶 中间是蝉枝花纹 瓶颈下部是下垂的云纹 这些复杂的纹饰组合在一起 如同一串美丽的项链环绕在瓶颈上 这只玉湖春平腹部描绘的是南国的庭院景致 两块平达俊秀的太湖石矗立在庭院正中 衣食而生的翠竹像是在随风摇曳 宽大肥瘦的芭蕉叶片生机盎然 围栏内外郁郁葱葱的萱草和兰花 竞相开放 整个画面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南国景象 山石 翠竹 椒叶 萱草和兰花 这五种图案构成了一幅寓意吉祥的武锐图 作为永乐清花词的一个代表 玉湖春平优雅的气形和美丽的文士 让人赏心悦目 在明代 玉湖春平是用来观赏的陈设品 然而这种瓷器最初的用途却是用来成久的 玉湖春平的造型是从唐代寺院里的净水瓶演变而来的 它的外形特点是撇口 细紧 圆布 圈足 古人用它来装酒 然后用木塞密封 喝的时候打开瓶塞 由于瓶子的口是外撇的 因此倒酒很方便 在唐代人们往往把酒称为春酒 古诗中就有玉湖仙春冰心可见的诗句 有专家认为玉湖春平的名字就是从这一诗句而来 玉湖春平在陈词里边是从宋代开始出现的 这个名字一般现在比较说法有争议 但是一般大家伙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从古代的一个诗叫玉湖仙春 由这儿引申过来的叫玉湖春平 它的功能就是说白了 就按现在讲就是九评的 宋朝的时候最多到金元一直到明清 非常流行 流行就是因为宋朝的时候 当时的市井生活非常发达 所以酒生产量特别大 元代的玉湖春平沿袭了宋代的外形 圈足外撇 体型瘦长 气形除了圆形以外还有八棱形 元代的工匠在造型优雅的玉湖春平上 描绘各种精美的文饰 使得这种成久的酒具逐渐有了收藏价值 成为文人雅士钟爱的瓷器 明代的玉湖春平和元代清秀瘦长的外形相比 气身开始变得粗壮 瓶颈加长 重心下移 从明宏武 也就是朱元璋统治时期 玉湖春平的形质基本上定下来了 到了明永乐时期 玉湖春平造型趋于圆润 装饰工艺以青花和幼里红最为常见 文饰以云龙 梅 蓝 花鸟和蝉之莲为主 这支青花竹石芭蕉文玉湖春平 就是当年景德镇玉瑶厂烧制的 景德镇是中国著名的瓷都 有着悠久的制瓷历史 这里所特有的高领土 是烧制瓷器的上好原料 公元1369年 朱元璋将元代设在景德镇的福良瓷局 改建为玉瑶厂 从此明代皇家的御用瓷器 都在景德镇烧制 专家说明代的观瑶瓷器 并不全是景德镇御瑶厂独立烧造 他们当中有一些是和宫廷画院合作完成的 这点东西是观瑶的典型的器物 一个是化工工程 另外从胎和幼的选料都特别精美 它的图案是固定的 是由皇宫里面的画院的画家画出图案 然后送到景德镇玉瑶厂 让他们照着画一天不能走样的 就是画稿一直到前代故宫博物馆存着还有清淡晚期的 原来都没上过幕 一直搁在那个图书馆里边 本来一看全是那个画稿 然后交给这个景德镇 把你画成什么样 所以这个官瑶的工匠就特别受限制在那 人家给你什么样 你就得画上什么样 画出来都给人特别公正的感觉 永乐时期的官瑶瓷器之所以能够达到很高的制作水平 就是众多顶级将师们通力合作的结果 像是玉湖春平在十分严格的工艺标准下 这种原本是用来成久的实用器 逐渐变成精美的艺术品 在永乐皇帝看来做工精细的瓷器不仅仅是一件艺术品 它更可以用来彰显国力的强盛 永乐皇帝是明朝的第三位皇帝 他的统治才能和政治才干 在整个明朝仅次于他的父亲朱元璋 永乐在位22年干了许多大事 首先是迁都 朱元璋把南京定为明朝的国都并下旨永不迁都 但是永乐取得皇位后经过反复权衡还是决定迁都 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北方还有元朝的残余势力 在和明朝政府抗衡 迁都北京能够更好的抗击来败之敌 永乐皇帝干的第二件大事是建造紫禁城 紫禁城从永乐四年开始动工兴建 到永乐十八年建成 前后用了十四年时间 编转永乐大典是永乐做的第三件大事 永乐大典是一部倾全国之力 汇集所有文人雅士的智慧而编转成的一部巨著 共有两万两千多件 永乐干的第四件大事是组织船队下西洋 以扩大对外交往 彰显大明王朝的国位 公元1405年 郑和奉永乐之命率领两万七千多人 乘坐六十多艘宝船出使西洋 其后他又六次率船队出海远航 前后历时二十八年 船队南到爪哇 北到波斯湾和红海 西到非洲东海岸 郑和船队的船舱里装满了奇珍异宝 其中就包括很多景德镇烧制的青花瓷器 每到一个国家或地区 郑和就把船上所带的礼品赠送给当地的首领 郑和船队把中国精美的瓷器带到了世界各地 那些右色银润 充满水墨化韵味的青花瓷 受到世界各地人们的喜爱 如今世界上有许多博物馆都收藏有中国瓷器 它们当中有些就是郑和下西洋带去的 从明宣德以后一直至明朝末年 玉湖春平突然进入了空白期 它们的身影很难见到 这其中的原因至今仍然是个谜 青花主使芭蕉文玉湖春平 作为永乐青花瓷器的代表作品 被后世争相纺制 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 都曾按照这支瓶子的气形和文式进行过纺制 但纺制品无论是从造型上还是右色上 都赶不上原作的水平 清代工匠虽然无法仿造出 永乐玉湖春平特有的神韵 但是它们在传承中有所突破 工匠们采用五彩 豆彩和发廊彩等工艺 将玉湖春平的装饰水平发展到极致 比如这支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 豆彩苗金英系图玉湖春平 稍造于乾隆年间 它高二十一厘米 瓶子腹部描绘的是庭院英系图 以竹石、芭蕉、栏杆和野花做背景 有十六个童子或捉迷藏或斗蟋蟀 或玩抬杠的游戏 它们的服装颜色各异以描金装饰 这支瓶子的颈部画有胶叶纹、折织花卉纹和如意纹 底部描绘连弹纹、圈足部位装饰回纹 这支收藏于天津博物馆的乾隆发廊彩 制鸡纹玉湖春平 是乾隆皇帝生前十分喜爱的瓷器 它高十六厘米 右色节排 质地细腻 颈部用蓝色颜料描绘胶叶纹 瓶子的腹部用工笔花鸟画剂法描绘一对纸鸡 它们相对而是眉目传情 四周配有盛开的勺药花 玉湖春平从最初的酒器到后来成为人们喜爱的陈舍瓷器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瓷器演变和发展的过程 青花竹石芭蕉纹玉湖春平 是永乐时期官瑶瓷器的经典之作 它对于研究明代历史和中国瓷器发展 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 好 感谢您和我一起穿越历史 感受国宝 分享文明 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